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周先生居然背叛我了。 我跟周先生结婚四年,一直相敬如宾,除了没有生孩子之外,我们的感情好得让人羡慕。 我不信他会做那样的事,但我又不得不信,因为这事是周先生亲口跟我说的。 他说他在外面有女人了,要跟我离婚。 我脑里一片空白,只得傻傻地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而他给出的答案也很简单,我想要个孩子,不是领养,是我自己的孩子。 这话像骨寒气,迅速缠绕着我,久久不放。 我们在一起十多年,我查出无法生育也已经七年,而我们结婚才仅仅四年。 他说过永远不会嫌弃我,还说以后真想要孩子,就去领养一个。 但这一刻,他却说,他怀孕了,我要那个孩子,而你,给不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却一时间没法做出最好的应对,因为此前,我从未预料过会发生这种事。 那一刻的他,陌生的,完全不像是我所认识的周先生。 趁早让你知道,趁早解决这件事吧,我能多给你分一些财产,你要是拖着不放,滚。 我用尽全身力气,却只能吼出这么一个字。 他了解我,知道此刻我什么都听不尽,于是潇洒地甩门而去。 空档的客厅只剩我一人,静得让我以为这一切都是幻觉。 一个熟悉你一切的男人,如果要伤害你,真的可以精准踩点。 他可以用一两句不痛不痒的话,就把你伤得千疮百孔。 我回到卧室,呆呆地看着镜中的自己。 头发散乱,泪流满面,目光无神。 这还是我吗? 我想起以前,我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有一个很悲剧的原生家庭。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爸出轨了我妈的好姐妹,然后转移资产,最后试图把我妈赶出家门。 生不出儿子,你还有什么用? 这是我爸亲口对我妈吼出来的话,我一辈子都记得。 这就是我妈被无情抛弃的原因,当时我已经十二岁了,可她还没能给我爸添一个儿子。 我妈不愿离,因为她做了家庭主妇好多年,已经失去谋生手段了。 可是我爸,她执意要离婚。 最后闹到打官司,纠缠了一段时间之后,法院判离,但已经被做空的家庭资产,根本没有钱可以分到给我妈。 法院根据我妈的经济条件,把我判给我爸。 但我爸亲口表示,自从生了你,就没什么好事发生,跟你妈一起滚。 没错,除了嫌弃我妈没能给她生个儿子,我也是她眼里的扫把星。 我爸听信了那个小三的妖言,说她跟我爸的下一胎绝对是男孩。 所以,哪怕小三带着一个比我还大的女儿嫁给她,她也乐意得很。 我跟我妈被我爸赶出去了。 我们回到了外婆家,却再次被两个舅舅赶了出来。 没有多余的房间给你们住。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怎么还赖回娘家了? 其实房间是有的,只是她们不乐意。 那时候,外公已经病逝了,外婆想收留我们,但拗不过两个没良心的儿子。 于是我跟我妈颠沛流离,只能住进了一个地下室里。 那个地方,连白天都见不到阳光。 即便如此,我们也有可能会因为交不上房租,而随时被赶出去。 那时候我已经上六年级了,所以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妈去给一个饭店当清洁工,每天都忙得很晚。 为了赚钱,为了生存下去,她不得已。 所以我会很乖,我会自己找吃的,自己写作业,自己抱着自己等妈妈回家。 她会在饭店里带一些剩菜剩饭回家,那是我第二天一整天的伙食。 有时候,她会以为我睡着了,坐在床前默默地哭。 有时候,我不听话,她会骂我,我也会哭,她看到我哭了,就会抱着我一起哭。 我知道,她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坚强。 那时候,我就只想好好学习,快点长大,长大以后,我就可以保护妈妈了。 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成了一个孤僻敏感的人。 我很少跟人交往,我没有朋友。 哪怕是周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真的接纳他。 那时候,我们都还只是高中生,那时的我,除了学习以外,一无是处。 营养不良导致的孱弱身板,自卑和自尊让我与无法融入任何群体。 我始终是一个缩在教室角落的不起眼角色。 可他看到了我。 他接近我,并用一句又一句温暖的话,打开了我的心窝。 我的防备之心特别强,哪怕他明确对我表白,可我也不敢接受。 我有什么资格接受。 直到大学时,我妈病逝。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也许也是唯一能够如此爱我的人,我无法接受她的离去。 甚至没有了她,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 是周先生,拯救了那时的我。 他一直陪着我,不顾学业,抛弃一切,就只留在我身边。 我哭着赶她走,我说,我妈是这个世界最爱我的人,她不会懂的。 我妈走了,这世界再也没有人那么爱我了,那时的我癫狂得很,语气也很。 可是她没有走。 她说,不是的,这世界还会有人继续那么爱你的。 你看,我不是,还在这里吗? 我抬头看她,有一些光,在她的双眼里不断打转。 我抱着她,哭了很久很久。 后来我才知道,周先生之所以那么体贴,是因为她自己也同样不幸。 她的父亲抛弃了他们母子,几十年来没有再露面,是周妈妈一个人带大了她。 我们都来自,一个破碎家庭。 而周先生跟我承诺,说她自己太知道破碎家庭的可怕了,所以她一定会给我一个幸福的家。 家? 这个字真的很暖。 而一路走来,跟周先生一起熬过大学时光,回到这个城市拼搏事业,领证,设计这个小窝,跟装修,买家具,我想要舒适的床,她想要慵懒的沙发。 那一点点累积幸福的时光,确实也是我这一辈子难得偷盗的美好时光。 美好至此,也戛然而止。 但现在呢? 偌大的床,舒适的床,旁边已然没有了她在身旁。 我是在结婚之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周先生工作忙,我主动放弃了高薪的职位,转而进了一家相对清闲的国企,为的是成为她身后的贤妻。 她工作累,我会打理好家里的一切,照顾她妈妈,让她无需分心多想。 我变得很依赖周先生,我仿佛活成了她的附属,因此,在听到她出轨的消息之后,我才会那么难以置信。 因为我甚至都不愿意相信。 这段婚姻,扪心自问,我对她的付出,绝对不少于她对我的宠溺与疼爱。 所以这样的结果,我无法接受。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周先生没有回家住,但他继续保持跟我微信上的沟通,他想迅速切割。 他是想给小三一个名分。 做梦。 我冷静下来后,心里已经在暗暗计划要如何处理了。 我在家翻箱倒柜,想要从周先生来不及带走的私人物件里找到线索。 而最终,我翻到了他不久前换下来的手机。 能开机,里面的资料也没有清除掉。 我解开了他并不复杂的密码,通话记录的第一页里,有个特别显眼的名字,叫张琳。 周先生与他的通话非常非常频繁,显然不是普通朋友。 而我习惯了相信他,从未查过他的手机,在看到这些通话记录的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太傻了。 我记下号码,用自己的电话拨了过去。 接通了,那边是把清脆动听的女生,我率先表明自己的身份,我是周建明的老婆。 对方直接沉默了,也许是震惊。 因为他接下来话,让我觉得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老婆。 他,他有老婆。 我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女人,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小三。 周先生啊周先生,你玩得太过火了。 我要见你。 他同意了。 今天就见,马上就见。 地方是他选的,是附近商圈里的咖啡店。 他先到的,我远远就注意到他了。 年轻,轻瘦,娇好的面容,精致的五官。 是周先生会喜欢的类型。 出乎意料的是,原配跟第三者剑拔弩张的剧情居然没有出现,因为他率先哭了起来。 我们断断续续地交谈,我才得知,他是半年前在某个工作展会上跟周先生认识的。 因为业务交集多,他们的联系也非常频繁,最后联系到床上去了。 是周先生主动追求他的。 而期间,周先生从未提过自己已婚的事,他自然也不知道。 他停下抽气,仿佛才终于明白了整件事,难怪,他不让我接触他的朋友。 难怪他一直在拖延,一直没有给我一个正面答复。 因为怀孕的是,他不得不强迫周先生要一个态度,是娶他,还是打了孩子一拍两散。 娶他,就要去领证。 而周先生怎么可能跟他领证,因为我这边还没有给他发证呢? 我问他,那你想怎么做? 顶着小三的臭名继续接盘渣男,开启你的新生活吗? 我这么问,其实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一些想法了。 之前周先生的那句,他怀孕了,我要那个孩子,而你,给不了。 实在是太恶心我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并不希望他能如愿以偿地拥有一个孩子。 这时候,张琳叹了一口气,自嘲试地自言自语说, 姐姐,你知道吗? 我家境优渥,名牌大学毕业,在公司也是业务骨干, 我只是被骗而已,我并不是真的那么下贱。 果然,他不是一个没有脑子的姑娘。 这就很好办了。 我顺势继续问他,那就好,那你是打算把孩子打掉吗? 他低头思考了一会儿,看得出来,在他悲伤过后的表情里, 更多的是愤怒。 我希望他把孩子打掉,除了因为周先生不配拥有孩子以外, 其实也是在替对方做考虑。 因为他不打算接盘渣男的话,这个孩子就不该出生在这个世上。 他却不止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他说,孩子,我不会生下来的, 但或许,我可以暂时隐瞒我去做流产手术这件事, 你们不是还没有领离婚症吗? 我催婚,他肯定着急要离,那么你就可以,我眉目一震。 我想起那天周先生还假惺惺地说, 只要我不拖着他,他就会大发慈悲地给我多分一些财产。 听着就恶心,想到就来气。 所以不可能的,我不可能让他得逞。 而眼前这个姑娘,居然想得跟我一样,甚至更狠。 我们居然,达成了某个共识。 接下来的几天,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对周先生所有信息都采取无视的态度。 他越着急,我就越宽心。 因为我知道,是张琳在他那边起作用了, 他还想着要瞒过去,殊不知张琳是在哪捏他。 我发现,有时候,亲人这种东西, 可能就是专程给人添赌的吧。 譬如周先生,譬如我爸。 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医院打过来的,声音很急促。 说病人入住了,要排手术,但还没交押金。 病人,就是我爸。 成年后,我再没跟我爸主动说过任何心理话。 所以,我的婚姻出问题了,他当然也是不知道的。 我爸跟那个女人结婚后并非一帆风顺, 他不仅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儿子,连事业都节节败退。 那女人隐瞒了,他不能继续生育这件事,他贪图的, 不过是我爸当初看起来还不错的财产。 可是这么多年来,他们早就一起败光了。 现在,他的妓女结婚了,嫁给了外地来的穷光蛋, 他们一家四口挤在一个两房的小房子里。 想想就觉得好笑。 而随着年龄老去,他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所以前些年,他又重新开始联系我了。 看在他已经老了的份上,我并没有直接断绝了对他的联系。 或许也因为,我没有其他亲人了。 所以一直以来,秉持着给他最后一点体面的原则, 只要是不太过分的事情,我都不想太计较。 比如这次,真要治病的钱。 我去到医院,交了住院押金,找到他。 他坐在病床上,看起来又苍老了许多。 看见我,直接问,交钱了吗? 连客套话都没有一句,仿佛我带着钱过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把押金单扔在床头柜上,一声不吭。 然后,他居然自顾自安排了起来, 医生说,我这心脏动了手术,要躺好几天。 后天做,起码下周才能出院, 你请个假过来照看我几天, 我负能量满满,终于忍不住问他, 你的家人呢? 为什么你要做手术都没人来? 押金都没给你交一个。 他拉不下脸,胸向毕露,开始吼我, 你个死丫头。 谁给你脸这么跟你老子说话的? 他对我,从来都是用吼的。 可我已经不怕他了。 所以我还是要说, 有事找你的家人行吗? 你看他们理你吗? 他更愤怒了, 开始骂骂咧咧地大吼大叫, 说我心胸狭窄,心里阴暗, 恶意重伤他的家人, 说我就是没被他大巴掌扇着长大, 所以这么没家教。 我没有再说话, 我还庆幸没有跟他长大, 否则我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他继续骂骂咧咧, 我听不下去, 转身就走。 当然, 才刚刚下了楼, 手中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我直接挂掉, 微信开始叮咚叮咚地响, 他开始一句又一句地痛骂我。 按他的逻辑, 似乎只要骂醒了我, 我就会因为那点血缘关系, 继续让他吸血。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一个亲生女儿, 他可以这样对我, 心里一点愧疚都没有。 我更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他不怕我真的跟他完全断绝关系。 张灵微信我, 说时间到了。 那天晚上, 我叫周先生回来, 谈判。 我没想到的是, 周妈妈也过来了。 她是个很明辨事理的女人, 几十年来自主独立的她, 也是个脾气火爆的女人。 一进门, 她就朝自己的儿子大吼大叫, 跪下。 周先生就跪在了客厅里。 他让周先生跟我道歉, 让他跟外面的女人断了, 让我原谅他, 让我们重归于好, 好好生活。 我也不去劝阻, 我全程冷笑, 因为我知道, 不可能的。 而在这一点上, 周先生似乎跟我有相同的想法, 因为他也一言不发。 周妈妈更火了, 他打了自己儿子, 质问他到底为什么。 周先生这才解释到, 他怀孕了。 周妈妈才惊呆了。 我静静坐在沙发上, 看着这场闹剧, 我早知道, 这一定会是悲剧收场。 可周妈妈的反应, 还是让我泪目, 他继续朝自己儿子大吼, 让他打掉。 连周先生都诧异了, 可他只是摇了摇头, 耳后歪过脑袋去, 倔强地沉默着。 我看着周先生的模样, 想起前阵子他无意说自己脖子的皮肤硬硬的, 我还嘲笑他应景, 就是粤语中固执的意思。 以往他对周妈妈, 对我, 都是百依百顺, 没想到他真有这么应景的一天。 而周妈妈责骂他的的声音, 也越来越小。 他说是他管教无方, 是他对不住我。 我笑着说不是的, 不是他的问题。 我才发现, 他掉眼泪了, 可我却没有。 我发现在经历了好几天的挣扎之后, 我的心似乎变冷了。 最后最后, 周先生还是说话了。 他说, 如果马上签协议, 房子车子钱都给你。 我知道, 这不是他的妥协, 这是张琳的作用。 我们商量的结果就是这样, 他施压给周先生, 我则下手夺走他所拥有的一切。 房、 车、 钱。 他迫不及待的模样, 生怕我阻拦他开始美好的新生活。 所以我说, 好。 而后, 我在那份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周妈妈说, 闺女, 以后, 我还认你, 我只认你。 我说不必了, 以后可能不会再见面了。 签完协议之后, 周先生似乎是忍不住, 对我说, 以后你一个人也要好好过。 我说, 不必了。 结束闹剧, 他们走了之后, 房子里又变得空荡荡的。 我坐在沙发上, 心里也空荡荡的。 这真是太漫长的一天了, 改变我一生的一天。 现在只能接下来的资产变更了, 如无意外, 这个屋子也会是我的。 掏出手机, 打开微信, 找到张琳。 我告诉她, 一切顺利, 协议已签, 谢谢妹妹的配合, 只是苦了你, 被人渣给拖累了身心。 张琳很快就发过来一张图片, 预约打胎的挂号单。 我有些不忍, 于是问她, 打胎很伤身子, 真的想清楚了吗? 她说, 她已经咨询好医生了, 她二才六周, 会用最不影响身体的方法堕胎。 我有些动容, 其实她受到的伤害, 比我不遑多让, 可她却还能保持对我的善良。 这个女孩, 真不简单。 她又说, 姐姐, 惩罚人渣, 就算为我出气了, 财产交接需要时间, 你要坚持住。 虽然初相识, 可我知道你跟我一样, 心里都有一股强大的能量, 你一个人也能活得很漂亮的。 我盯着手机屏幕, 想了好一会儿, 我一个人, 也能好好活下去吗? 能的吧? 我躺在沙发上, 闭上眼睛。 在这个我跟周先生 一起打造的小屋里, 自己抱着自己, 缓缓睡去。 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爸的二婚妻子, 还有他的女儿, 都在不断骚扰我。 电话我全部挂断, 微信拉黑。 可他们还是发短信给我, 说我把我爸气得半死, 还没做手术, 就差点挂掉了。 说我是个不孝女, 恶毒妇人, 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我没多说, 就把交给医院的 押金付款凭证发过去, 说把钱先还给我, 你们才有资格说话。 他们当然没有还钱, 但也没有闭嘴, 还是继续骂, 但骂到最后, 核心内容总归是 你得赡养你爸。 连唯一的父亲都不赡养, 就是个活得毫无意义 不如去死的人渣。 这个唯一用得很有灵性。 在跟他们母女的对骂中, 我终于弄明白, 为什么我爸完全不怕 我跟他断绝关系了。 因为他们母女的用词中 都透露着这样一个意思, 我爸仍然愿意认我这个女儿, 让我能在这世界 找到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就已经是他对我很大的恩情了。 我必须感恩戴德, 必须把他给供起来, 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哈,我都笑了。 原来他们是知道 我内心渴望得到亲情的。 我爸当然也知道, 所以他才那么有恃无恐, 就这么一点血缘关系。 他觉得他能拿捏死我。 真是太逗了。 我特别想找人分享 此刻快乐的心情, 而这时候, 我又想到了张琳。 因为除了她, 好像谁都不适合听我说话。 我发微信给她, 问她手术后恢复得怎么样, 有没有地方我能帮得上忙的。 张琳很快就回复, 说身体无恙, 却嘱咐我尽快去把离婚办好。 我说,离婚有一个月冷静期, 没有那么快的。 让我意外的是, 张琳发来了一大段文字, 几乎是手把手教我 怎么把家庭资产更名。 她还说, 她暂时不会告诉周先生堕胎的事情, 也不会见她, 但她会用电话跟微信 继续给她压力。 所以, 周先生为了尽快摆脱我, 一定会配合去执行的。 我跟他用一来一回的信息 聊了许多许多。 聊过了情感路上的组结, 我终于把我爸 还有他一家子的事情 说给他听。 他也发过来一个大笑的表情, 他说他看不惯这种所谓的亲人, 管生不管养, 等孩子长大了又来吸血。 他劝我趁早彻底了断, 不然人家还真以为你 惦记着那所谓的血缘呢? 我当然知道了。 果然, 几天之后, 我再次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我爸手术做完了, 该出院了。 主要是, 该有个人去结账了。 我知道他们会这样做的, 那娘俩骂了我那么多天,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有一丝的愧疚, 让我给我爸买单。 这次手术, 下次, 下下次的任何事情, 恐怕只要能推, 他们都会推给我。 我已经完全明白, 年龄并不会把一个混蛋变回好人, 这几年, 我的做法是错的, 错得离谱。 我就不应该跟这个挂名父亲的生物有任何联系。 所以, 我马上去了医院, 去了结这件事, 到了病房之后, 果然只有我爸一个人躺在病床上。 他虽然憔悴, 可是见了我, 却也没有给我好脸色。 看, 看什么看? 老子我还没死, 你再不笑点, 我就要被你气死了。 他可能觉得我应该给他道歉。 真的, 太搞笑了。 我拉了一把椅子在病床前坐下, 没有多说废话, 只是心平气和地告诉他, 我在办离婚手续, 也准备辞职, 我要离开这里了。 他一惊, 猛地扭过头来, 问出口的, 居然是, 离婚。 离婚, 你能分到多少财产? 如我所料, 他连我离婚的原因都不想问, 只惦记能否从中获取好处。 我故意说, 所有财产都是我的。 他净身出户, 但是房子就值几百万。 他的双眼几乎冒出了光, 忙不迭地说, 你那套房子挺大的, 你十多十多, 我搬进去住。 我真笑了, 忍不住了。 我故意问, 为什么, 你没有家人吗? 他还挺认真的, 他们也进去住, 现在这房子太小了, 住得不舒心, 你不是说你不留着吗? 那句我要离开这里, 他倒是听得清清楚楚, 也没问我何去何从。 但是, 他居然还理所当然地认为, 我会同意把房子留给他。 就真的, 很可笑。 他见我笑得欢畅, 不由地反问了一句, 你什么意思? 你的东西不都是老子的? 要你房子怎么了? 你又不住, 这就难为你了。 他用的还是要, 而不是借。 我停下了笑容, 叹气, 然后把这些年憋在心口的话, 一字一句地说了出来, 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还是经常梦到我妈, 她的死你要负全部责任,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原谅你, 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这些年, 我为什么乐意跟你联系了? 你真以为我放得下那些过往吗? 不是的, 我是回来看看你混得多差, 多潦倒, 我看着就觉得开心, 你不明白吗? 他似乎从未想过我会这样说话, 因此那一瞬间, 我在他脸上看到了前所未见的震惊表情。 你的二婚老婆跟妓女把你扔在这里, 他们做得很对, 因为他们也没有当你是家人, 你就不配有什么家人, 不是吗? 他憋红了脸, 应该是张开嘴想骂我, 我迅速用更大的声音抢过话, 还有, 我今天过来不是给你付账单的, 我是来告诉你, 我会卖了房子卖了车子离开这里, 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你可以去告我, 我咨询过律师, 告完胜诉最多一个月, 也就几百块钱赡养费, 我不在乎, 我养只狗也要几百块, 就当是扔给狗了, 他激动得像是要起来打我, 我也迅速站了起来, 不给他一丝说话的机会, 明白了吗? 这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我, 这个唯一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 以后再也不会来见你了, 而这一切, 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你活该, 说完上面这些话, 我重重呼了一口气, 转身就走, 没有一丝留恋, 快速出门, 穿过走廊, 下了楼, 直接离开医院, 当然, 直到最后, 我都没有去缴费, 我办了一张新的手机卡, 这样就不会被那几个 所谓的家人骚扰了, 而离婚冷静期, 也快结束了, 期间我也见了周先生几次, 每次见面, 他都穿着高领的衣服, 遮住脖子, 显得特别高冷, 毕竟是处理财产, 该过户该转账都得公正处理好, 之后, 就是领证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他又瘦了一圈, 原本就不胖的他, 显得更加憔悴了, 可能是被张琳折腾得够呛吧, 这阵子, 我们一起把他拿捏得死死的, 我丝毫不同情他, 而经过了这个月的各种事, 我也想清楚了, 他只是个跟我在一起十多年的过客, 我确实还要继续往前走, 好好生活, 我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生活, 领证那天, 他默默签名, 眼睛却一直在偷看我, 我识别不出, 他那双眼里装的是留恋, 还是对我接手了全部财产的增业, 但我不在乎了, 拿到了各自的证件, 分别的时候, 街上有风, 我挥挥手, 心里居然真的没有太大波动, 他点点头, 说, 这样也挺好, 我也不愿, 成为你余生里不好的记忆, 滚吧你, 我笑着打断了他那些恶心的话, 他尴尬在风中, 虽然风吹不走, 他眼里那些晶莹剔透的光, 可我早已无暇欣赏, 我转身离开, 迈着大步, 走向了一个他永远不会走的方向, 我辞职了, 我打算离开这个城市, 房子全权交给中介, 等卖出去再回来签合同就行, 我打包了行李, 真的迅速离开了, 我来到另一个繁华的一线城市, 却租了个郊区的公寓, 每天种种花, 写写属于自己的文字, 我没有真的养狗, 我也还是没有朋友, 倒是还有跟张琳一直保持联系, 在我走了之后, 他就跟周先生坦白了他堕胎这件事, 还把他痛骂了一顿, 分了手, 这让周先生从此一蹶不振, 我并没有感觉到任何复仇过后的快感, 因为他已经跟我没关系了, 我反而安慰起张琳来, 希望不会因为这件事影响到他的人生, 他大大咧咧地表示才不会, 渣男的人生才会被影响到, 毕竟他下手可不会偷偷摸摸, 这是已经在他公司里影响到他的声誉了, 这小嘴甜的, 仿佛都在故意挑我爱听的话来说, 而此后, 我们也常常分享各自的生活, 这个不简单的小姑娘, 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 都像个姐姐那样, 一直存在于我的生活当中, 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 包括情绪, 包括我未来要走的事业道路, 明明是一个妹妹, 却像我的姐姐, 她真的拥有很强大的能量, 我在新城市里, 并没有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而是依靠累积下来的文笔, 给新媒体公司供稿, 收入其实还可以, 持续了几个月, 我已经步入正轨了, 这期间, 她功不可没, 她就像一个多年的老朋友, 持续不断地站在我背后, 为我出谋策划, 也为我排解烦忧, 可奇怪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突然有一天, 她戛然而止地, 不再发微信给我, 而我发给她的文字, 她也再没有回复过, 我还想着再见她一面, 请她吃饭, 以表这些时间来她对我的帮助, 可她不仅微信不回, 电话也不接, 我找不到她了, 我下意识觉得不对劲, 她是不是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了, 我一边继续不紧不慢地生活, 一边始终惦记着她, 这个在我经历人生大坎过程中, 占据重要位置的小姑娘, 一个月, 两个月, 还是联系不到她, 我内心的不安越发强烈, 如果她真的有困难了, 我是不会坐视不离的, 我决定找她, 可决定下来我才发现, 关于张琳, 我除了拥有她的电话号码跟微信之外,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了, 我只知道, 她跟周先生的公司是合作关系, 为了寻找她的消息, 我假装客户打电话去了周先生的公司, 找到了跟周先生同样是做业务的余姓同事, 一番打听之后, 这位余经理不仅不知道任何关于张琳的信息, 反而无意中透露了另一件事, 周先生在半年前就辞职了, 我算了算时间, 距离我们离婚拿正, 也不过堪堪半年, 她那时候忙碌得很, 正处于事业上升期, 怎会无端端辞职, 事情变得有些奇怪了, 一开始, 我猜她会不会是被张琳整得太消沉, 因此工作也不要了, 可张琳也从未与我提过这事, 倘若周先生真碰到什么困难时, 她肯定会开心地分享给我, 而如今, 张琳也无端端失踪了, 这更让我觉得, 事情可能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好奇心, 趋势我继续查下去, 我跟于经理保持了微信联系, 我用还算不错的文字手段, 旁敲侧击地继续打听周先生的事, 这才得知, 至少在公司, 没人知道周先生出轨, 还有离婚, 包括于经理在内, 都只知道他早早成婚, 家里有个贤妻, 而他也一直都是个顾家的男人, 这不合理, 因为张琳说过, 他已经把这是闹的, 让周先生在公司里丢了声誉, 我突然有种不太好的感觉, 无论是周先生, 还是张琳, 他们都有我未曾触及的秘密, 我犹豫再三, 还是打给了周先生, 可是, 让我吃惊的是, 他的电话已经是空号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一个做业务的人, 很需要稳定的联系方式, 哪怕是跳槽了, 也不会轻易把手机号码注销, 他发生什么事了吗? 虽然我们的事情已经过去很久, 可我还是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我开始整理手头上的通讯录, 把以前周先生介绍过我认识的朋友都挑了出来, 然后打电话过去, 借口很简单, 就说是房子产权的事还要找他, 可是我已经找不到他了, 奇怪的是, 有些朋友委婉表示, 他们最近也没有联系到周先生, 而有些朋友则直接说, 他们不知道, 然后直接挂了电话, 仿佛都不愿意谈起这个人, 周先生就像消失了一样, 而他的消失, 跟张琳的消失是否有联系? 我想了想, 决定回去一趟, 我回到那个城市, 回到了周先生跟我一起打造的房子, 幸好还没卖出去, 我也有私心, 房子我是挂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可能我下意识, 并不想他那么快卖出去, 接下来的几天, 我走了许多熟悉的街道, 我躊躇在周妈妈楼下很长时间, 却没有胆量上去拜访他, 说到底, 我跟周妈妈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无论怎样的拜访都是打扰, 而且, 我也怕周先生真的在家, 也许他就是被伤得太深, 从此窝居在家里呢, 况且, 我更惦记的是张琳, 所以, 那几天, 每到傍晚时分, 我都会回到那个咖啡店, 张琳约我见面的咖啡店, 那是我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 那是他当时下意识选中的地点, 我猜, 要么他喜欢这里的咖啡, 要么他的活动范围, 就在这个咖啡店的周围, 我不明白, 他为何会突然销声匿迹, 就像我不太明白, 他当初为何会选择一路帮我到底, 在周先生的事情结束之后, 我们其实大可不必继续联系, 可是, 他却还在指导我如何更好的生活下去, 其中肯定有原因, 大概连续蹲了一个礼拜左右, 在某个夜里, 我终于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了, 张琳, 他果然还是出现了, 趁他在前台买咖啡的时候, 我快速地走了过去, 对着他的背影, 喊出了他的名字, 张琳, 却不料, 他完全没有反应, 我觉得奇怪, 我走到他面前, 问他, 你是张琳吗? 你还记得我吗? 他认真的看了看我, 眼里闪过一丝慌张, 说, 你认错人了, 我不叫张琳, 说完, 他拿着买好的咖啡, 转身就走, 走得匆忙, 他脸上那一丝慌张, 说明他记起了我, 可是, 为什么他会说我认错人了? 那天晚上, 我一夜无眠, 不是因为咖啡的原因, 而是我想了很多很多, 如果一个人花了几个月时间, 给了另一个那么多帮助, 那不可能会突然间就变得不认识的, 要么真心付出, 要么另有所图, 总而言之, 都不应会突然间断绝了所有联系, 所以, 我碰到的这个姑娘, 也许她没有说谎, 她可能真的不是张琳, 假如她不是, 那么, 谁才是张琳? 我知道, 只有一个人, 可以解开我所有的疑惑了, 周妈妈, 她一直住在一个老小区里, 我跟周先生结婚置办新房, 她也没有过来跟我们同住, 第二天, 我买了些礼品, 登门拜访, 周妈妈给我开门的时候, 她那满头白发, 让我差点没能认出她来, 像是一下老了几十岁, 她很平和, 感觉不再是当初有脾气有个性的女人了, 在客厅里, 她慢慢地泡茶, 我发现了, 这整个屋子都没有其他人的痕迹, 没有周先生的鞋子, 没有周先生随处乱放的外套, 阳台上也没有周先生的衣物, 周先生不在这里, 寒暄了一阵子之后, 我问周妈妈, 周先生去哪里了, 她笑了笑, 回答说, 我也想知道她去了哪里, 这句话有问题, 因为, 据我所知, 这不可能发生, 周先生这个人, 哪怕她可以对我绝情, 但她绝对不会这样对周妈妈, 我忽然意识到, 如果周先生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呢, 那么, 她是不是就没办法告诉她的妈妈了, 那些我曾经无暇在意的细节, 开始一一浮现在脑海里, 她主动说她出轨了, 她搬出去了, 却居然粗心地把用过的手机留在我那里, 让我找到了张琳, 她跟我离婚, 被迫把一切都留给了我, 她退场, 她登场, 指引着我该怎么继续生活, 而那个叫张琳的女孩, 何止不简单, 我还想起, 后来那些时间里, 每次我再见到周先生, 她都一次比一次更加消瘦, 我颤抖着声音, 试探性, 问出了一句, 她走了, 多久了? 周妈妈红了眼睛, 补上一句, 孩子命薄, 是她对不住你, 是我们家, 对不住你。 从周妈妈家里出来的时候, 我脑袋昏昏沉沉的, 眼睛很干, 需要不断眨眼睛。 回到周先生跟我一起打造的房子里, 哪里都是她留下的痕迹, 我也是她留下的痕迹, 我坐在她曾经坐过的沙发位置上, 静静地坐着。 我想起那些天, 她坐在沙发上, 让我给她按摩, 说她的脖子很硬, 我还说她硬紧, 今天我才知道, 那个位置, 叫甲状腺, 很容易发病的地方。 还查到了一个新词, 叫未分化, 我想起她日渐消瘦的身体, 她遮住脖子的衣领, 周先生, 她的表演太精彩了, 她知道我, 知道我不懂如何接受分离, 也许太悲伤的分离, 会让我不知道该怎么一个人活下去。 她知道, 我在婚姻里活成了她的附属品, 她找了个对她最不友好的方法, 让我可以接受失去。 她用余生给我上了一课, 让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活下去。 我想起, 我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居然是, 滚吧你。 我的眼泪, 开始忍不住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根本止不住, 完全止不住。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张琳会像个姐姐那样, 一直关注着我, 帮助着我, 指引着我向前走。 为什么她明明是个妹妹, 却会像个姐姐? 为什么她又会突然消失不见? 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张琳啊。 是周先生, 那时她离开了我, 却又没有完全离开我, 直到某一天, 她才不得不真的离开我。 我才明白, 最后一面的那天, 风吹不走, 藏在她眼里的那些光, 的确是留恋。 我想起她对我说过的那些情话, 现在想起来, 句句都能刺痛我的话。 她说, 这世界总会有人继续那么爱你的。 你看, 我不是还在这里吗? 她说, 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还有签完协议时, 她忍不住说, 你一个人也要好好活下去。 我抱着自己, 大声哭了起来。 好久好久没这样哭过了。 好像只有小时候, 找不到妈妈的时候, 我才会哭得这么狠, 哭得这么狼狈。 但这次啊, 是因为我再也找不到周先生了, 永远都找不到他了。 我一直哭, 一直哭, 哪怕睡着了, 哪怕是在梦里, 我也在哭。 但是, 梦里, 周先生出现了。 他蹲下来, 抱住我, 安慰我, 让我别哭。 我哭着问他, 你在哪里, 我要找你, 这辈子什么都不做了, 我只要找回你, 我怎么才能找回你? 他亲了亲我的额头, 摸了摸我的头, 对我说, 你要, 向前走。